队友的失利 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我 也会让我觉得 我一定要为他们而战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我们是一个阵营 然后他们首发 所有的人是一个阵营 我是全错的最后的一个希望 所以我一定要拿出 我自己在场上的魄力 其实我本来想靠 圣渝哥确实是学不了 然后我想靠 嘎里哥 还想靠 TT 然后这三个人 全都被拷走了 因为等到最后 其实真的很煎熬 我已经没有人的选 保持住这种状态 真的他们都拿出了 看压的本领 用生命在说唱 虽然只剩下一盒 油酸乳 冰糖 山楂 但是我们要一起揭晓 这位即将踢馆的rapper 他就是刘炫婷 有请刘炫婷走上舞台 有请刘炫婷走上舞台 炫婷 那个样子是不是跟你很像 很像 对不对 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 欢迎炫婷 大家好 我是刘炫婷 不再无名 这次一定要赢 头没变形 想让我停 我也不会停 我回来了 请多指教 来个定场诗 炫婷 作为最后一名上场的踢馆rapper 请你将战力值拉满 为我们描述一下 你想要cut out的这位对手 是什么样的一位rapper 来自哪个联盟呢 刘炫婷 刘炫婷 最好不要选我 暴罗又好 我发现大家多让我选CAP 刘炫婷那会叫我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有些兴奋和激动 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因为本来我们年龄比较相反 我觉得去跟他就是打一场也挺好的 但说实话 我跟CAP还挺好的 我不太想不太想不选他 有选情 建议你好好想一想 开个玩笑 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交流一下的对象 然后他跟我一样 他也是新疆人 其实我觉得我挺合适的 恋合杂 刘哥心气高呢 还不太让我 他也是新疆人 许哥 艾若 艾若 艾若你干不过 兄弟 我还要给你保证 然后他跟我一样壮 他比我还壮 耶 哦